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新民高中新薛年新人士,由曾获校长领导卓越奖的薛光峰出任新任校长,曾在马公高中担任16年教务主任的薛光峰,18年前曾到新民高中拜会,当时校房送给他一条领带,没想到事隔多年才出任新民校长, 今日他细注昔日获奏的领带走马上任,盼助新民发展教育特色,新民高中校长杨宝勤任满八年卸任,由今年自文华高中校长退休的薛光峰接任,已在教育界服务43年的薛光峰,曾获师夺奖,校长卓越领导奖,本来是国中老师,之后专任高中教师,一直都在澎湖马公服务,直到考上校长, 才到台中的台中二中,文华高中任职,今年65岁退休的他,获延婉到新民高中服务。 薛光峰说,2000年他还在澎湖服务时,曾到台中及新民高中拜会,当时获新民高中赠送一条千禧年领带,没想到事隔多年,竟有机会出任新民高中校长。 上任前他找出这条已有18年历史的领带,直呼是奇妙的缘分,今日他系上昔日新民赠他的领带,从新民高中董事长刘昭惠手中接下聘书正式走马上任。 刘昭惠感谢袁校长杨宝琴八年来的付出,也盼新校长带领新民走出新方向。 新民高中设有高中、高职、国中及进修部。 过去教育历练丰富的薛光峰说,他曾在马公高中担任长达16年的教务主任,马公高中设有高中及高职部,专心学制多元的新民高中后,薛光峰盼能帮助新民高中再造特色,培育学生具备未来人才所需的能力。 站在马公高中通设有高分之一,你国厌扭会以外的本事。 约2000是新民高中的主任人建设有高中设有 Harley-Other Blake-Other Blake-OtherTI,